今天天气不错 然后下午事情没有那么多 所以终于有时间出来SAP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Faster City的湖上 现在我这正在这个奖板上 然后今天天气 大家看风景特别好 然后今天还有人在放风筝 看上面那个蓝点是一个风筝 对然后这个湖 风景确实特别好 然后我现在站在是离这边的岸边比较近的地方 就是离我平时住的地方很远的地方 然后 对今天风还是挺大的 我刚刚从那边滑过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岛上一直是逆风的地方 所以那边浪特别大 然后滑到这边之后就好很多 但今天湖上没有什么其他的船 但是远处的海鸥 但是很多的 然后转过来看现在我就是这个样子 对我站在这个板上 我在晃的 对就是这个样子 我站在这个板上 因为镜头看不照不了全身 看不见了 对但是还是练了很多年 所以现在还是一只手拿着这个 然后分心的时候还可以站的比较稳 但是刚开始也是最开始几年之后也是经常摔跤 对我现在离这边的岸边比较近 就后面就是 呃 后面那个高高的楼就是一个office building 然后旁边两个岸楼就是Visa的成就中心 对 然后我现在背面就是一个我之前说过的那种电动的船 然后周末会有这种大家就驾船出来玩 对开的还挺快的跟不上它 然后我现在呢在做一件很偷懒的事情 就是刚刚我说了我们这个水流是从这边往那边流的 所以我现在滑到了这边的头 然后看这个水流能不能把我带回到家里面去 然后正好用这个时间可以再站在板上 然后可能梳理一下这个星期的想法吧 同时给大家看一个不是很一样的风景 就是我背面这些楼和这个公园 大家可以看到岩湖边有很多人在散步 给大家近一点 对其实没有很近 我只是胳膊伸了回来而已 就是大家在这个经常在这边散步 有跑步的 起车的 但是这是一圈混乎的步道 对 对 正好想想这周的一些想法吧 因为上周这个在TC Disrupt看到很多这种科技创业的 创业者聊自己的想法呀 一些这个工传名就的一些人啊 一些投资人啊 在看这个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自己的思维的思路 就是可能就是比较硅谷啊 科技啊 这种这个方向的创业的想法 但是我们因为两周之后 又是我们下一次董事会 然后最近可能风有点大 噪音有点大 然后这一周其实很多时间在包括下周也放在这个思考董事会的这个材料啊 以及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增长的一些策略上 所以对于商业模式和我们未来一年两年的这个呃 另外一个大的backdrop就是现在这个这个市场不是很好嘛 然后最近很多大公司披露了这个上一季度的财报 包括Facebook啊Google这公司很多这个市场的表现都非常差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上市的比如说Peloton这样的公司就是真的是 你说可能是疫情之后的原因可能是现在这个市场的原因 但是真真的表现出来他们这个本身的公司的商业模式确实也是有点问题 啊据Facebook来看吧 就是市场这个consensus就是共识就是这个Facebook最近大举这个Bet on Metaverse这些事情 对吧 这个并没有看到很好的回报 作为一个这个这个上市公司这样举全公司之力甚至来把名字都换了 这个这个动作确实是有点大 另外呢去看Facebook可能最近的几个大的这种赌注 像Crypto也好 其实都是其实都不是很成功吧 另外一个就是最近Facebook可能直接更影响这个收入的一端 就是这个广告 因为苹果改变了一些这个给广告上的一些规则和数据上的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说对于Facebook的广告的影响其实非常非常大 这个其实你去看之前Facebook当时决策说不去做手机硬件 不去做这个软件的operating system 操作系统 其实从策略上来讲 长期来讲 其实是限制了Facebook的这个长远的发展 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可能当时觉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因为竞争包括那个时候做手机做操作系统的成本可能更高一些 所以说当时并不是很make sense这件事情 但是长远来看的话 长期来讲是一个给这个公司长期的战略上是买下了一颗雷 刚才出了点岔子就是它这个水流的方向 其实和风吹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看着自己以为是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实际上我飘到了大概偏大概30 40度的方向 所以说这个跟原来想走的位置不是很一样的 但是我现在比较好 现在我进到这个小湖里面了 还是可以看到对面的岛 但是这个我进到离家很近的这个小湖里面 这个小湖呢风又比较小 所以同时我也把帽子戴上 因为刚才这个确实比较吵风声比较吵一点 所以这样时间效果会好一点 对这个继续刚才说的就是 所以对于这个一个公司来讲 这个长期的发展 什么是最重要的对吧 这个公司可能去看它的本质 是一个其实就是你怎么去配置资金的问题 你的公司或者是 亦或是你自己融了 开始融了一些启动资金 或者是你去开始白手起家 通过一些这个就开始的一些服务赚到了一点钱 然后怎么去把这个机器继续运转下去 你是以这种技术优先的模式 还是产品优先的模式 还是服务优先的模式去增长 归根结底 其实就是你公司的这个盈利的能力 赚钱的能力 怎么控制自己的支出和投资 对吧 这些基本的要素 所以说这个认识到这个本质之后呢 其实也是帮助自己摆脱 所谓这个在硅谷 大家什么事情都是考虑 这个创新 disruption 优先 这么一种思维模式 这有点像钻牛角尖的这么一种模式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公司经营 或者是一个创业的第一性原理 所以说想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其实感觉自己稍微豁然了一些 尤其是跟自己的一些 这些co-founder 一些联合创始人 包括我们董事会上的这些 相对成熟一些 但同时又是 并不是那种很保守的成熟的人 同时也是很有 这个创新意识的这些人 然后经历了 他们都是创立了很成功的公司 甚至创立过上市公司的 这么一些很功成名就的人 他们去怎么去 以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尽管我个人之前也是 比如经历了一些投资啊 创立过一些创业公司 然后带领一些创业公司 可能这个经历了一些 增长比较快的这个过程 但是也是一直没有能够站在那个高度去看这些问题吧 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最近几个星期 让自己更加豁达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同时以这样一种新的心态来看这个公司 未来一年两年甚至是五年的这个发展 尽管我们是一个非常早期的初创公司 还成立不到一年 但是以这种比较成熟的角度 不执念 不去钻牛角尖 以这个正常公司发展的规律 来看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 这个其实可能我自己感觉到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了 那我们下面聊一聊 我这个周末见到的几个很有意思的创业者 其中周五 就是我前面录的那一段之后 周五晚上我和我太太去见了两个创业者朋友 怎么认识的呢 就是我太太的一个投资人的另外一个投资的公司 然后这两个人很有意思的点是 他们都是在罗马尼亚出生的创业者 然后都是在伦敦上学长大 然后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到美国开始工作 然后从工作的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创业的想法 然后他们两个现在是 现在是结婚了 是夫妻 然后他们是这个创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也是因为疫情期间 他们这个商业模式主要是帮助一些SaaS公司 在网站上可以做一些视频和一些这个 Virtual Conference的一些活动 而不是像传统一样在Hoppin上 或者是在Zoom上做活动 这样可以更好的让这个参与者在他们网站上留存 然后可以这个更更好的去了解他们这个公司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功能啊 了解一些这个他们看他们的一些内容啊 更好的形成一个留存吧 所以这个模式也是在疫情期间很快的融了种子轮和A轮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司 然后这两个人讲他们这个创业的过程中觉得感触很深的一点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谨慎的开始的一个方式 最开始男生是CTO是在那个微软就近站办公室工作 然后女生最开始是开始在做这个产品啊和一些商业的想法 然后他们最开始就是在在那个男生公司的这个办公室里面通宵做他们这个这个创业想法的产品 然后是到这个他们有了明确的客户的想法和甚至是第一轮这个投资人已经准备要入场的时候才男生才这个从微软辞职 然后建立了这个公司开始复习二人创业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谨慎非常聪明的一种而且非常低低风险的一种开始创业的一个一个方法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两个人现在住在这个30C 然后办公他们办公室在旧金山城里面 所以了解这个旧金山湾区地理的大家知道这个路程 至少是一个半小时单程的这么一个路程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夫妻二人这个创业的好处就是他们去开车这个路上 其实就是开早会的时间 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这个妻子是负责商业啊和这个运营上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们两个平时白天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也不是经常的会去交流去沟通 所以说大部分时间是妻子负责商业然后丈夫负责这个产品和这个工程上开发上的事情 所以说早会就是早上这一个半小时把这个早一天的想法布置好 该该讨论那些讨论好 然后晚上开回来一个半小时正好可以总结这一天 就是凭空多了三个小时 两个联合创始人在一起每天沟通战略的这么一个时间 我觉得这是非常天作之客的一个想法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们周五晚上我们是double day就是我和太太还有对方两个这个两个罗曼尼亚的创业者 然后我们在聊原来只是可能一顿晚饭聊了两个小时 结果我们那天晚上生生聊了快四个小时 就是感觉有很多共同点呃有很多能引起共鸣的东西 比如说在这个呃尽管也是融了一轮之后 但是他们对于一些呃商业拓展上的想法也是非常的呃独特吧 就不是说我去单纯的一种无脑的去做销售去做宣传 而是他们在摸索销售呃一些比较呃聪明的一些做销售 呃然后维护他们这个因为他们这个产品主要是卖给一些公司的 比如说CMO首席这个市场官呃首席呃这些做做营销的 这些人的呃这些人是他们的主要的买家 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与其你去做一对一的 比如说30分钟这种这个一对一的会会谈 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 然后很多人对于这些呃你的code email 你去打code call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很接受 然后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收到太多的这种code email和code message了 所以说呃很多时候大家都不去不去理会这个东西 但是呃如果你去做一些活动的话 比如线下的或线上的活动一个webinar一些研讨会 然后去请一些比较有unique insights一些有见地的呃行业的这些呃有背景的人的话 也会有很多这些CMO也好这些chef sales officer也好会想要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说呃他们也是想要这个也是觉得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那么这种活动也是比如说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能能有所得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参加这样的活动 就算是他们这个呃这个时间段不不是很方便的话 那么他们也会比如说在你这个活动上rsvp呃这个数 会提交自己的信息 那么你去想要follow up 然后你去给他一些提供这个录像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嗯进一步的能够促进关系 然后让他们能够形成一个CMO之间的这些社区一个community 那么也会方便他们去做进一步的这个销售和这个客户的这个转化的这些活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一个新的途径吧 也是说不是说人员一员看到别人说啊我去我去做code email去做code call 我去这个blast everyone with emails 我就这样去无脑去做 而是真正去分析什么样的活动对自己是更有利的 对于自己的更呃商业模式是更契合的 那么他去分析说 因为他们下周要去就要去纽约看下一场活动 这种活动比如说线下的也就是三五千块钱的一个成本 但是每一次能够形成的新的pipeline里面的这个客户 其实是很轻松就是十倍百倍的什么样一个回报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新的想法 另外呢就是周六中午我们也是另外一场double date 我们这个周末其实呃搜索活动还是挺挺丰富的呃是也是我太太的一个朋友 女生是我太太的朋友然后男生是她的她的老公呃不同是他们两个人并不是同时在创业 女生原来是一个科技媒体的呃这个算是记者 然后另外呃之后加入了中国的一个大厂这个因为是中国人的群体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不具体说了 呃目前属于这个从这个大厂离职了 在在这个独立去思考下一步职业的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男生呢是在香港呃做一家sas的呃创业公司 也是最近刚刚融了融了资 然后再呃做一些whatsapp 因为海外呃大家就就不是用wechat的话 就是呃中国人以外的这个群体 他是用whatsapp比较多尤其是在拉美和和这个欧洲 所以他现在在做一个whatsapp生态内的一些呃CRM呀 一些销售的一些sas的产品啊也很有意思 因为他可能过两周要去巴西去这个建一个新的呃技术的团队 然后是在在学葡萄牙语 然后这个之前没有去过巴西 然后因为我跟我太太之前因为这个这个公司的原因 出差去过巴西有一点点了解 所以也也这个交流一下我们的一些见闻吧 嗯我觉得想这个比较引起我这个一个很深刻想法的 就是他对于这个做sas的初衷是因为大多数的sas 其实是一个呃所谓software是其次 主要是一种因为你在这个行业有一些经验 然后有一些很独特的洞见 有些unique insights 然后你觉得可以形成一个产品来去解决一个很清楚的商业问题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to be the business和to see the business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创业的这个一些创业的想法 一些商业模式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对于这个这个男生创业者来讲 他其实在讲因为他的背景呃之前也是做过一些商业咨询 然后呃从这个也是技术背景 然后逐渐开始想找找到一些sas领域 尤其是对于这种销售啊 纯呃偏商业领域的一些一些想法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对于他来讲就是很清楚的就是因为sas 这个是你真的是可以看到呃你的客户的商业的运作 你去深深刻的去理解他的商业的需求 然后你所做的东西能够真真正的去解决他的问题 呃这个有可能也是跟海外和国内sas不太一样 就是国内sas呃可能大家更更多的一个心态是 我看到海外有一个什么样的sas的呃产品 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那么我以国内的这个成本也好 以国内的这种呃一些不同的方法也好 我可以做到比他便宜很多 那么我是打一个价格差 而在国内国外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一个对标的产品 你只是看到了因为你的unique insight看到了这么一个需求 你是创造一个呃呃新的产品出来 然后你所定价的这个信息的来源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就是你你想想你给这个公司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公司所能带来的这个revenue收入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投入产出比是一个什么样定价比较合适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你的产品是可以帮助呃这个对方公司去减轻减减轻一些人耗的 比如说我这一个图可以让你的这个公司里面我可以少还有几个engineer少一个团队 对吧 那么相对了这个人力的成本是多少 这样就是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定价的呃 呃基准啊 这是一个套路呃 一个套路这个套路呢 呃比较多一些 因为这个呃风险比较低 然后这个需求比较清晰 那么投资人也会比较这个清楚的能看到这个前景 那么另外一个领域呢 就是比如说我太太在做的就是一个category defining 就是完全之前没有任何产品长得像这个东西的这么一个啊 这个例子就是比如他现在做的这个就是跟这个公司董事会相关的这么一套 这个东西呃具体的我就不去说这个产品具体来做什么 但就是因为呃之前完全没有给创业公司 就是早期公司的这个董事会和投资人沟通一些这个工作流处理呃所创造的一些产品 那么这个隐身来讲就是你所做的产品其实是呃不仅仅是定义了一个新的领域 呃更更是其实你要教育你的可能未来的用户去改变一些行为 改变一些他们原来认知中约定俗成或者是想当然的这么一种行为 所以说这个可能呃就像当时比如说汽车发明出来一样就是大家原来所生活中所经历的 就是我只看到马车在在路上跑呃需要清理马粪呀 然后这个车的路的距离啊大家对于这个community也好travel也好 因为这是这是我假定的速这个一直以来认知的这么一个速度 那么我的时间的计划都是以这个来来来为基准的 那么汽车的话就完全是一个新的category defining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无论你人的移动的速度人所可以活动的半径都是完全被颠覆的 那么对于商业来讲对于人来讲我所有的行为都要去变化 这是完全颠覆我原来对之前生活和工作方式认知的这么一个新的事物新的物种 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往往就是他可能起初的阻力会更大一点 因为是一个完全性的你要教育大家怎么去认识这个东西 你要教育大家怎么去理解他的行为可以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因为这些好处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人是可能比大多数sass的founder可能更值得敬佩的吧 因为他去做一个完全不是那么清楚定义的东西 你要帮助这个世界去定义这么一个新的事物 然后去做一些风险可能更高一点的事情 然后以一种新的范式推动整个商业行为朝一个更好 更make sense更这个良性的这么一种行为方式去推进 我觉得这些人其实是更值得尊敬的 那这周就跟大家交流这些 然后下周我们主要是在做董事会的准备 那么期间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思考 那么我也会跟大家多来交流一些新的一些体验和心得 然后之后那一周我会去这个阿根萨去参加我们的董事会 然后也给大家多录一些 大家看一看阿根萨 Bentonville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然后到时候可以跟大家多讲一下这个这个城市的来源 因为这是沃尔玛的创始的地方 因为总部现在也在那儿 然后这个城市 为什么当时沃尔玛把总部选在那儿 一些 Sam Walton创业传奇的这么一些经历 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然后另外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印象中可能觉得阿根萨是一个非常土的地方 但是Bentonville真的是一个很很奇葩的存在 是非常有艺术有这个教育水平也很高 然后生活的大家生活方式 其实跟硅谷啊跟一些很有消费力 然后很有商业活力的一些城市都有点像 尽管这个外观看起来没有那么多高楼 看起来大家不一样 但是从这个人的想法和商业的这个活力来看 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hidden gem吧 然后到时候跟大家多交流 好再见